下午的两点多 在南投包括是月潭 还有路骨西头都降下了雨势 大雨滂沱虽然时间不长 但是民众看到下雨了 超级兴奋 而且还跑到户外 想要淋淋雨 因为终于看到了天降甘霖 画面上看到一波及时雨来了 民众用手机拍下个难得画面 因为南投已经有好 长一段时间没有下雨了 而现在有受到云系冬移的影响 午后热对流作用 下午两点多 在南投这月潭终于下雨了 雨势很猛烈 因为这几天南投天气都是阴阴的 25号也只有飘毛毛雨 如今这场大雨 希望可以为水库带来不少的进账 而这波雨势也让当地的居民说 希望老天爷再多想一点 继续来关心是台中 台中现在正值公武亭二 而限水时期 丰元市区知名的夜市一带 却因为要进行自来水的 汰换工程从今天开始 部分区域又要停水了 时间是从早上的8点半 一直到傍晚的6点半 时间长达19天 很多碳商看到这个公告快要昏倒了 19天 那么生意是不是不用做了呢 直呼非常不方便 对此自来水公司就强调了 会加紧赶工 想办法在19天之内就会恢复正常供水 一大早工人忙着赶工进行自来水 泰换工程 这也是丰元庙冬夜市周边 中正路小吃摊林立 摊伤叫苦连天 接下来得面临长达19天的供水黑暗期 会这么不便是因为泰换工程 从4月26号开始到5月14号 连忍受减压工水 甚至是区域完全停水 也带动桌边五金百货 储水容器销量 近期非常多的消费者来询问 像是折叠式的水桶 或是一些揉水的省水器 希望能够达到就是省水的一个目的 业绩大概成长了三到四成左右 对此自来水公司强调 会有影响的只有平日 假日不会停水 会尽量加快进度 想办法在19天内恢复正常风水 另外有咖啡店业者 先前发出寄品文 只要台中下雨累计雨量达标 就发送1000杯咖啡 果然就在今天早上霸气兑现承诺 期待下雨非常希望就是多下一点雨 还有这个附加的价格 25号的一场雨 店家为此大方赠送 业者说现水影响生意 如果再不下雨 不排除暂停营业 更有洗车店业者公告 将在晚上7点下班时段 发放鸡排和奶茶 共100份庆祝天降甘霖 记者联恩兵李云杰台中报导